歡迎回來 新聞大白話 我們剛剛上一階段有講到說 蔡總統最近滿低調的 好像都沒有特別出來講什麼話 就連在這個臉書上面 講的也都是 包含了像是這個 113萬劑的這個AZ疫苗 日本送給我們的 謝謝他們 及時提供 7月8號會送達 還有達賴喇嘛的生日 但是好像對於人民 真的很關心的 比方說疫情或什麼 人民的疫情 因為人民的事情不太願意講 可能我們剛剛的話 他也聽到了 所以他說5點鐘的時候 他要針對防疫工作 跟這個疫苗進度 要來發表談話 當然我們剛剛也在猜說 可能講的還是說 日本的這個疫苗抵達的這個消息 人民的苦到底政府有沒有看見 疫情之下很多的店家 無奈停業是一件事 也有些人 他是要硬撐下去 為什麼 他說因為去年曾經 就是他休息的時候 放五行假的時候 有員工就這樣子想不開了 我們先來聽一下 先講我的行業好了 一個是高爾夫球用品 那個三期警戒以後 大概賠了快1500萬 因為店租家人士 我們都沒有裁員 可是我們有九家店 九家店的員工 大概就是這樣發一發很嚇人 中央客進不來 我們也撐了三個月 到第三月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 我們就跟員工說 我們先停薪一個月看看 然後到四五月的時候 疫情稍微降溫了 對 我們在找這些同事 回來上班的時候 就有兩個同事找不到 後來事後才知道 他們因為經濟狀況 已經走掉了 對 哇 看完真的滿不捨的 因為這個老闆 他說他自己都快撐不下去了 他還去做保單的貸款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現在 此時此刻 包含了這個故事 可能是一個縮影 很多地方 也許都有這樣子的故事 我們今天 等一下也可以開放這個 大家call in 大家也可以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講一講你的狀況 我們的call in電話是 0226562700 0226562700 大家也可以打電話進來 希望每一個人都不要被漏接 不要有社會安全網 沒有照顧到的地方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老闆 真的是很辛苦 我有聽完他整篇的call in 他講到最後是氣不成聲了 他哽咽 他就說 我現在真的是撐不下去 可是我不敢停 因為政府不會去救這些員工 我如果停了 我很怕又像那個悲劇重演 有兩個員工就想不開自己走了 他們因為沒有錢了 所以我現在我撐著 他像是一棵大樹那樣子 撐著下面又有很多員工 這就是每一個中小企業 或是每一個企業 現在面臨到的狀況 現在三級幾件 虧了這麼多錢 這個周先生他選擇撐住 而現在這個店家們 大家苦撐著就在等解封 出車上講說解封有望 有條件的會開放餐廳的內用 電影院場館 渴望可以解禁 可是問題是 現在疫苗施打率只有一成 人民該如何相信 這樣子解封 疫情可以控制 你不是這樣子寒寒解封 大家解封之後 突然去到那邊又群聚了 然後再封起來嗎 那傷害會更深的 而現在很多人 如果你有錢有辦法 有能力有資源或有閒的話 現在熊師是說他發現到 今天有一個打疫苗團 今天首行 大部分是49歲以下的旅客 卻佔了七成 而且大家是選擇莫德納跟BNT 所以現在這個台灣 已經被逼的是同島不同命了 陳文謙講說台灣淪落至此 就是太相信一打獨大的政府 縱容網軍霸凌意見 就是不同的意見 埋下了政策錯誤的危險 我們的民主自由被揮霍到 沒專業 沒監督 只要操弄便一切安納 這才是乞丐問題的所在 非常的悲哀 兵哥 其實剛剛聽那個真的很難過 但是台灣其實現在 遇到類似狀況的人 非常非常多 已經多不勝數 政府有拿出辦法 想要怎麼樣幫助他們嗎 只靠一個紓困4.0就夠 因為疫情絕對不會是在 7月12號以後就結束 即使是緩解封 緩解封 請問一下能夠開放到 多大的幅度 台灣現在還是一樣有疫情存在 然後台灣又沒有疫苗 這都是擺在眼前的客觀事實 請問一下你可能開放 回復到過去的生活嗎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對很多蔡飲業的老闆 甚至對很多員工來講 他為什麼有的人會選擇親身 因為他看不到希望 你不知道希望在哪裡 因為你就算7月12號 開始為解封了 請問一下什麼時候 客人才能回復到去年 你要知道去年其實已經不好了 去年不好的那個狀況 你現在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能夠回復得到 那當完全看不出來希望 到底何在 不知道路的鏡頭在哪裡的時候 人會越走越沒有信心的 對 可是我們的政府除了 含含口號之外 你有做什麼 給人民實質幫助的事情嗎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人家給你113萬疫苗 你又感謝 你突然間又醒了 又知道要去感謝人 台日友誼長存 巴拉巴拉講了一堆 然後政府用最快速度 什麼開封 讓大家施打 我就覺得我們的政府很奇怪 你現在是乞丐 台灣一個3萬美金 人均GDP的國家 每天到處去看人家伸手 要疫苗 要來之後甜不知恥 還以為自己是自己的政績 洋洋得意都要去宣傳 你看政府會做事 做你個頭 你做什麼事 這是丟人現眼到極點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四肢無恥 四位國恥 我們整個政府上下都不知羞恥 還以為這是自己的政績 還在那邊到處宣揚 美國爸爸對我多好 日本大哥對我多好 但我們的政府官員都這樣的時候 人民哪可能會有希望 所以我真的拜託民進黨這些人 你們就算自己不要臉好了 我拜託你們至少也為蒼生百姓 你們稍微做一點點時事好不好 幫台灣人做一點事 我跟你講 就算你自己臉皮夠厚 你的家人 你的小孩 你的下一代 他們能夠忍受下去嗎 我拜託你不為別人想 也為自己想一下 真的要為蒼生想一想 我們就來接一下扣印 彰化的黃小姐 彰化黃小姐請說 我覺得像前幾天有看到 日本進鋼線的那個有栽培 那我覺得我們政府是不是 應該也要撥一些款項 就是到那個日本去 就是也是救助他們 感謝他們 就是說我有疫苗提供給我們這樣 這部分蔡總統有關心 我們再來接下一通的call in 台北陳小姐 陳小姐請說 你好…謝謝妳 我只是想說 能不能請那個楊智良 那個衛福部長再回來帶領我們 可以嗎 這個 對 因為他真的有那個衛福的經驗 第二就是說 很多 菇苦老人院 還有菇娃院 真的很多 幾乎快沒有 因為很多人沒有工作 沒有公司 就沒有再捐贈了 我確實我去年 我捐住一個老人院30萬 後來他又開股老人院 我又捐了20萬 我現在全世界認兩個孩子 因為 因為這我做得起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我真的會哭 每天看到老人家過世 我真的會 真的會掉眼淚 呂小姐真的默默在幫一些社福團體 在做事 因為現在很多人可能不捐贈了 我真的有 對 我們謝謝呂小姐 希望更多人也像呂小姐一樣 來幫助這些社福團體 我們來接下一通電話 是台北的呂小姐 喂 妳好 呂 在我了嗎 是 是 呂小姐請說 我剛剛看到那個 輝文兄的那個 高爾夫球那個 我看了心好痛 我的眼淚都掉下來了 我 我兒子也是做餐廳的 從 封城後 他們就是外帶 像那種西餐的東西 你外帶是根本不能吃的 很難吃的 一定要在現場吃 我就拜託我們這個總統啊 總統大人啊 我給你下跪啊 拜託你啊 給我們疫苗啊 不管什麼疫苗都好啦 嗯 拜託你 趕快給我們疫苗 對 趕快解封 讓這些小老百姓能生存下去 天啊 這在家都死掉了 總統 你是黑的還是紅的 是 我拜託總統 拜託我給你下跪 給我們疫苗 不管什麼疫苗 對 謝謝這個女小姐 其實她反映出 每個民眾的心聲 其實真的媽媽不用跪 這本來就是政府 應該要準備給我們的 為什麼我們老百姓 需要去跪著要疫苗 真的是讓大家很不懂 我們再來接下一通 台北的廖小姐 喂 楊小姐請說 我這邊 我們這邊菜市場 已經留起一句話 叫做 最關的 清涼吃飯就要嚼嚴 國語就做官了 清涼吃飯要扮演 已經 菜市場已經在講這句話了 再一個就是 我們這代三天兩頭在停電 可是家裡有病人要抽痰 抽痰機沒有電 沒有辦法抽痰 像我家就很可憐 要停電 這怎麼辦 所以說覺得 我們政府實在很無奈 現在已經疫情那麼嚴重 還要轉移話題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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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獨 什麼東西 還要整天 黨產 黨產 國民黨帶來的 那些故宮的東西 都是國民黨的 那還是黨產 謝謝 我就是這些 好 我們謝謝這個 最後一通電話 台南的陳小姐 陳小姐請說 我們是那個廟會的 喂 是 請說 我們是廟會的 那你們那個像廟會 像廟的外面 你們可以限制幾人 不能群聚 可是我們是靠那一行 不能生活的 如果都被你們禁止演出 那我們怎麼生活 已經兩三個月不能生活了 現在廟會這方面 你們是不是都沒有收入了 對啊 我們在外面演奏的 你們廟都不能開放 那我們怎麼演奏 所以你們可能也是沒有被 編列到的這一些 受害的產業對不對 對啊 電影院那個 密必是 有什麼 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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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那個 外面的 對啊 電影院現在目前還沒開放 可能就是接下來 政府應該有一個完善的配套措施 各行各業都不要漏接 我們先謝謝陳小姐的意見 我來問一下仁俊哥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包含這幾通扣印 其實很多就是也是在第一線 也許是親人 也許是子女在第一線 或者是沒有被編列到的產業 大家都非常的苦 就像剛剛輝文 接到的這個電話 這也是一個中年男子 會哭成這樣子 哭到氣不成聲 他一定是盡了他最大的努力 在撐這個公司 可能是他這一輩子 經營出來的一個企業 現在也面臨到這樣子 他會哭成這樣 他已經盡力了 可是政府的那一把手 好像還沒有把他抓起來 他現在面臨到可能是倒閉 但是又不敢倒 我覺得一個是政府 也不知道該怎麼抓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他大概也不覺得 這是問題 我就講 剛剛比如說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都講說 大家在生活上面 遇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跟你講全台灣 從疫情到現在為止 最沒有被影響叫政府官員 因為你要停業 你要幹嘛的 你沒有薪水 那是你民眾的事情 政府官員有說 我跟民眾一樣共體時間嗎 我薪水少領一點點 沒有 他該領的他照樣領 所以當民眾一開始在那裡 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我幫忙團團一下 我稍領一下 我大概撐一撐 我配合政府政策 撐過第一次的兩個禮拜 再撐兩個禮拜 再撐兩個禮拜 那也是你自己再撐 政府沒有感受 因為官員也沒有因為這樣 我就少領一點點錢 該打疫苗的 他也不會比你晚打 所以為什麼你會發現到 有開放call-in的節目 民眾所打進來的反應的心聲 都一樣 希望政府看到他們 你光看到這些 你剛剛提到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 我只有四個字 臺灣現在其實就面臨到一個 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叫做超前部署 你現在好的人 你如果比較好的就想辦法自救 所以才會有那種說出國的 我反正我有錢 我有錢 我就政府排不到 我出國自己去煮好了 沒有錢 沒有錢就像剛才畫面這樣 大家去拜託 大家去唱 唱歌也是你們家的事 有什麼政府就告訴你 我就沒有疫苗 不然怎麼辦 我又生不出來 我好不容易有的時候 你就愛惜一點點 這就是你會發現 臺灣其實分成好幾個世界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長期在捐助什麼 你知道愛心蛋用餐 我今天看到他在臉書上面 特別寫 我不好意思幫他宣傳 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 他說他過去 因為他們固定都會有幾個朋友 他們會去捐助那個愛心蛋用餐 結果發現到這一個多月裡面 領取愛心蛋用餐的人變多了 他觀察到什麼你知道嗎 他觀察到去拿那個愛心蛋用餐的人 有很多人 是看起來是年輕人 而且有一些人其實拿了之後 他其實非常有禮貌 三手一天拿這樣 一天說謝謝 他推翻什麼你知道 這些人不是以前過得不好 他相信他以前應該也有能力 自己做自己的生活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 他必須要去拿這件事情 很有禮貌就這樣 我們聽到這樣艱苦你知道嗎 他們想辦法再捐錢 為什麼 因為領的人太多了 這個就叫做社會現況 我不需要政府官 我相信觀眾朋友跟我們一樣 不需要看政府官員講說 哪一個官員好棒 本來就是你們家要做的事情 為什麼我要反過來稱讚他 我們朋友現在就請您拿出手機 開啟新聞大白話YouTube頻道 別忘了訂閱分享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另外在我們的節目畫面右下方 你可以看到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對準QR Code 掃描下載之後就可以一手掌握